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退了一些我们看到的视频 主要是讲四川卢州14岁的男生被打死这件事情 最新的消息看呢 副镇长跟公安局的什么副局长 让孩子的爷爷奶奶签字 说认同孩子是自杀的 而这个视频拿出来了 而孩子们的孩子的父母应该已经被被管制住了 那也就是包括四川省省长来到之后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故事 在昨天我转推了一些视频呢 在推特上的应该说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我看过大概有 我转过的视频得有几百人 有不同的角度去转播 去转出去了 那视频当中 很多视频当中我加了一些我个人的理解 里面讲出一个最关键的 我以为讲出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 中国共产党 中共的体制是一种系统性的邪恶 早期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说过 中共的腐败是一种体制性腐败 系统性腐败 它的体制性腐败的邪恶来自于 它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放纵了人生命中的恶的一面 欲望的一面 也就是人的肉体的一面 却扼杀了人生命的另外的一面 就是人性道德与尊严的一面 完全被扼杀掉 所以当人们为什么敢出掉人之初性门恶 是因为在我们被教育中 完全以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方式 扼杀掉 在灌输的过程中 自我认识到 自我扼杀掉自己生命的尊严 特别是在 一切都以欲望为准 一切都以下三路为开道 男女如此 都是这样 在这个背景之下 走到了今天 2017年 被我称为叫净化与回归的一年 净化 充满肉欲欲望的一切 展现出来的邪恶 将被净化 会付出代价的 任何一个人都会 在这个环境中 你只要是不能超越的话 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这么一个以肉欲横流的概念 来进入 来充实着整个社会的环境下 那他被扼杀的正是人的尊严 灵魂的一面 那不是人了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这是一个本来是人生命的两面 在平衡着人的现实的 每一个生命在现实生活中 他的真实的故事和过程 但是呢 中共的邪恶 特别是江泽民年代的 这个八九六四 学生被屠杀 北京市民被屠杀之后的状况 是完全放纵肉欲 男女如此 在完全放纵肉欲的时候 造成每一个个体者 他自觉的 泯灭掉 扼杀掉自己 自己生命的真实 我以为这是关键所在的 所以我才称说 这是一种制住性的邪恶 制住性的邪恶 它展现出生命真实的一面 是活的 每一个人当遭受到 这种制住性邪恶的侵害的时候 他自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肉欲 他自然不会去觉醒自己灵魂 因为那是苦的 满足肉欲 那是快乐的 这就是人人在其中 被屠杀 被侮辱的过程 那这件事情 再加上开封府 三十多个女孩子被迫卖淫的 所谓被迫卖淫的事情 就像我说的 那每一个人 昨天节目讲了很多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促成了今天的场面 所以事情依然在发展 但这件事情呢 完全完全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故事 这种全球性的故事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让人们看到的 这是中共体制整体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制 与利益体制和欲望体制 形成了他的完整的今天 国体的 共产党控制下的 国体的社会价值观 而这种国体的社会价值观 直接扼杀的 生活在这个区域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 显然一见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非常显然一见的事情 那也是就在 因为是清明节嘛 我们知道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 那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马上要见面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一句话完全不确定的因素 这种完全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到底要什么 我们在几次节目中提到了 那习近平到底要什么 那川普到底要什么 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很容易看到 从他发出的推文就知道 川普一定要解决中国 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那按照他的话说 那贸易对美国而言 贸易逆差巨大 而中国制造促成了 美国人丢掉了工作 这就是川普要的美国的利益 另外一个例就是朝鲜 就是朝鲜 那在朝鲜问题上 那美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 应该叫黑格 是个女士 发出了非常强烈的呼吁 就是说 对朝鲜而言 对世界而言 唯一能够跟朝鲜 有联系上能控制住的 只有中国 中国作为到什么程度 那将直接影响到 朝鲜本身的事情 和直接影响到美国对朝的政策 所以他已经明确的把责任 推到了中国身上 那至于川普 这是他最主要要的两个条件 而在川普本身的 对华政策上 没有太多的明确的要求 没有太多的 因为对华政策本身呢 按照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汇总的概念 就是川普的团队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外交事物上的 对华政策的一个明确政策 因为他的白宫贸易委员会的主任 建议跟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不去谈 不谈 直接干 而他的财政策 而他的这个财务部长呢 却认为呢 要跟中国谈 所以这是有冲突的 而与此同时 在他的外交事务中呢 川普又去仰仗他的女婿 库什纳 库什纳呢 在此之前成为了 与中国之间的 一个主要的协调者 包括他的夫人 我们知道在过年的时候 那他的夫人出现了 在大年初五的时候 出现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那带着自己的女儿 而他的女儿呢 又这个这个 据说中文歌唱得很好 那这就变成了 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 又跟中国有着这种 妥协的桥梁式的作用 所以这是普遍认为 川普在有关对华政策上 他有明确的要求 但是呢 他也又没有一个 他又没有一个 非常直接的政策 而这一次的见面 是这个习近平促成的 所有人认为 是中国促成的这一次见面 而这种见面呢 习近平将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就是说 川普不可琢磨性 和不可控制性 会容易让习近平丢脸 这是一个说法 为什么 川普见安倍晋三的时候 见日本首相的时候 拽着日本首相不撒手 就那么好 而见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时候 干脆不握手 这就是 这就是说 作为川普来讲 他没有任何这个外交礼仪上的一种 一种稍微 表面的文化的一种约束 他随意表达他内心的感情和想法 看着不顺眼 我现在不喜欢你 我就不喜欢你 他说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怕跟习近平之间有着缺憾 就是会给习近平带来一个 不舒服的场景 那我个人以为 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出现 因为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前面有了这样的说法 就是日本首相跟德国总理之间的这种尴尬场面 那面对习近平呢 相信他会从他的女儿的角度和他的女婿的角度 都会对他有所劝告 因为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 第一次的对垒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那习近平跟川普的共同特点 就是政治强人 他们两个都走到了一个 以个人强人政治 或者叫政治强人 或者叫都可以 其实两头怎么说都可以 一个政治强人 在遵循着强人政治的路途当中 两个人碰撞在一起 各自保持自己的特征 各自保持自己所坚定 那这就即可容易出现冲突 同时又可以成为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普京就是一个明确的政治强人 执行强人政治 但在这个过程中 习近平跟川普 却跟普京却有的谈 有的说 这就是说他们在个人的性格上 人的 单纯 人的 而不是一个政治外交平衡 国家外交平衡的精英技术层面 而单纯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们又可以造成彼此欣赏 所以从这点上说 习近平跟川普之间 反而倒可能没有麻烦 为什么外界在评论当中 比较矛盾呢 因为外在太多的评论 是立足在精英文化 精英政治的基础上 太多的评论 是在这个基础上 而不是在人的基础上 太多的评论 是单纯在经贸角度 或者说生意角度 或者说是朝鲜的角度 都是从直接利益的角度去探讨 而并不从他们两个人的 特立独行的个性的角度去探讨 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特点 以政治强人的姿态 实施着强人政治的方针和做法 与自己当政之前的整个自己国体当中 政治系统机构当中的精英政治 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 川普击碎了美国现代社会中近二三十年里形成的精英政治 精英文化 精英权力肩价结构 完全否定 从他的对媒体的态度 对好莱坞的态度 对民主党的态度 包括对共和党的态度 他全面否定在过去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里面 美国所塑成的精英政策 整体的精英形象被他打碎了 就是一个不完美的 缺陷凸显的 但却是一个真实的 唯我独尊的 以推特的方式 不加任何修饰的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一个真实的人出现 习近平 以他五年来的反腐 与全党的高级官僚 与全党的核心力量 完全作对 在军队中他作对 在政法委中他作对 在金融体系中他作对 在这个我们看到的 将要看到的外交和文化系统 文化这个系统中完全作对 作对的结果 截止到现在被他砍杀了 一上百万的官员 或高或低 在全方位的针对在 而这一上百万的官员 是在过去江泽民实权统治过程中 在八九六四之后 形成的整个中共 叫做中共 强权政治的权力的权贵资本的 贪腐系统中 形成的完整的邪恶的资本权力市场 一种强权的权力市场 每一个个体的人 是中共强权机构中 体制中的一个点 而这一个点是 每一个个体者获得自己的利益 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依托和根本 当他在这个权力中心 或有一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 拥有一切 拥有男人 拥有女人 拥有钱财 拥有房子 拥有所有的 道理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而当他拥有所有的过程中的时候 因为他的核心是利益 所以他们人与人之间 出现的是高级动物的接洽 是人性的败落 道德的损失 尊严的扫地 那习近平的反腐 他不说这个体制有问题 他没说这个共产党有问题 他是说要连接党 对不对 然后他在每一个点上去杀具体的人 杀了一百多万官员 杀了一百多万官员 一百多万官员 那已经就在涵盖了他 整个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 权贵体系当中的 整个制度体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 都有了 对吧 政治局常委的人有了 政治局的委员有了 对吧 军委主席 军委副主席有了 军委委员有了 上将有了 中将有了 少将有了 瞎将有了 瞎将有了 皇将有了 正将有了 什么将都有了 对不对 那省长有了 那省长有了 部长有了 副省长有了 正局级的附近 那所有都有了 没错吧 如果在他所有的层面当中 所有的官员都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那习近平的强人政治 用他的塑造核心的概念 来树立一个政治强人来与整个党的体系作对 而在与党的整个党的体系作对过程中 他剥离了党在国家的权力中心 中心权力 他不说他没有权力 他树立新的全 树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 2013年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和全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吧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在此衍生出十几个改革小组 包括军委的 包括各个部门的 涵盖了一个国家 在行政机构中 行政权力的系统中的所有系统 都树立一个改革小组 也就是说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 这些相应的权力系统是必须存在的 当它必须存在的时候 它以国家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的概念 取代原来的权力系统 各个部门的权力系统都被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给取代 它是以国家的名义 而被取代的原来的权力机构 国家机构要向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负责 是由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不同的人被分管的部门 由政治局委员在不同部门中分管的权力 都被国家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给取代了 最典型的范长龙 范长龙军委第一副主席 许其量是军委第二副主席 成立了一个军委的改革小组 这个许其量是改革小组常务副组长 范长龙不是 这就懂了 所以这是他明确的做法 另外一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3年成立了 到了今年2017年 他才落实 他落实的根本是什么 取代政法委 取代国安部 把他的整个国家安全的概念 提升到一个受国家主席统领的直属机构 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 到了今年2月16号出台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政法委的消失 中宣体系 宣传体系的被国家化 刘云山在政治局常委当中的官位没了 被剥夺了 就是转化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没了 变成了中宣部部长 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官位是 所以他的宣传的体系被降格了 而孟建柱 而这个政法委明确就消失了 里面有公安部 公安部部长 是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都具备的 可是里面没有国安部 那政法委整个被肢解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出来 真正出台之后 完全被肢解 而政法委是隶属于党的系统 所以被党的系统统战的 都被他肢解了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 包括统战系统 那这里面销出了政协 而里面包括了人大 国务院和这个国家主席 这就变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国家最高的安全保障治理的委员会 也就是说正好他跟国务院是配套 而跟国务院的配套呢 实际他真正的配套是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这是两个最顶情的部门 两个最最主要的部门 而在管理机构当中 国家 国务院存在 立法机构的人大存在 然后他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明确取代中纪委 所以这是他在权力监驾结构中 在建立他心目中认为的国家权力体系和管理体系 他不说他在坚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领导的过程中 剥离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每一个委员 在国家体系中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利 他不去完全废掉他 而是成立了新的机构 把这些人重新组合 组合之后原来的那些人 他就意识到在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中 他失去了原有的特权 失去了原有的真正的身份和他的位置官位 这就是习近平在现实环境中 打碎中国共产党精英统治的权力制度当中的做法 所以他跟川普两个人的做法是基本都是类似的 那从这一点上说呢 他们两个人又一定会有着共通之处 那习近平到见川普 他会要什么 那习近平的所有做法都在树立国家形象 所以他义中的原则对他是至关重要的 习近平一定要川普一个义中原则 而川普确实利用了义中原则作为一种筹码 打过这牌 对吧 打过这张牌 所以习近平很可能在有关经贸角度上来讲 做出让步 而确保他今天更需要一中的原则 一中的原则 他我一直坚持说 他要的是中华民国国号 他一定要这正统的中华民国国号 来确保他心中内心中真正所需要的方向 来保证他 那在这点上 如果川普要到了他在有关美国经贸角度上的 一个要求的话 满足了他的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满足了 但只要这边有的谈有的满足的话 川普也有的谈有关一中原则 他会让给习近平 他会说出这样的保障 而美国新国务卿 已经在他首次访问北京时 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这种说法 尊重一中原则 对吧 所以这是习近平要 而在台湾 今天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 在如果他碰到一中原则的时候 习近平绝不让 如果他坚守 他保证一中原则的时候 习近平就默不作声 他要这个国好 这是很多朋友不愿意承认的这一点 再谈到要 这是我觉得关键的 另外一个就是朝鲜 那我以为 在走到今天的角度 习近平在国内明确的在剥离掉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体系中权利的时候 那朝鲜对于他来讲 他是个筹码 当原来是不想放弃 当走到今天已经不得不放弃的时候 那转向作为筹码 就我一直说我可以卖掉朝鲜 即使把朝鲜卖出去 摆在川普面前的确实同样是个巨大的挑战 卖掉朝鲜 那他作为中国来讲 同样不希望朝鲜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不认为习近平希望金正恩的政权持续下去 这同样对他是个莫大的棘手的事情 第二 第三 他更不希望在金正恩手里面 有原子弹 有洲际导弹 习近平可能很希望借助川普的力量 借助美国 韩国和日本的力量 消除掉金正恩和他的导弹的威胁 原子弹的威胁 为什么 这个威胁对习近平整个他的建国理念 国家理念是个巨大的威胁 他不要一个虚无的党 习近平很可能会抛弃一个虚无的党 却要一个国家昌盛的石 这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关键的选项 这个关键的选项摆在川普面前 就是一个最大的礼包 可是同时对川普而言 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首尔距离三八线只有五十公里 据说有上万门大炮 在三八线的一侧 那集中火力面对首尔 川普如果决定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话 他将如何解决最大限度的降低朝鲜对首尔的直接的武力 催这种毁灭性的威胁 核武器是一个 上万门大炮是另外一个 那金正恩是否在第一时间被斩首是第三个 这是摆在川普面前的 我以为在打击打击这个朝鲜军事打击的角度来讲 这是他必须解决的 如果他能解决核武器的问题 能够解决最大限度的保证保证这个首尔的安全问题 那其他他不是问题 他其他不是问题 因为火炮上万门火炮如果打首尔的话 他不是导弹 导弹用电脑能够守住 他发颗导弹我反导我制导 炮弹你得一个挡一个 这事就不好办 炮弹除非在你一开始的打击中 直接销毁到 把他炮兵阵地 把他的火药 把他的炮弹的本身 全都给他击毁掉 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里面 让他的上万名炮根本就没有机会反应 你的火力就得达到那个程度才可以 那我们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因为如果他有上万门炮的话 人说是那样的话 那有一千门炮能够打到首尔的话 那首尔的他今天的财富的程度和价值的程度 那不是随便说的 对不对 一个首尔可能 我没算过了 会不会顶到顶掉半个朝鲜 甚至三分之二的朝鲜 这都有可能了 所以就是 这个舒启啊 对不对 他太有钱了 那边光着脚的 连裤头都没得穿的 那你这架不好打的 对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可能是反而在川普身上如何解决问题 而作为北京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我以为他的国家理念远远胜过政党的理念 为什么这么说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呢 突然出现在愚人节这天 那我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探讨呢 都是就是雄安新区被公布之后 有人说这是愚人节的笑话 可是雄安新区本身 他面对的一切是 作为对比来讲 对比了深圳 对比了这个浦东 那在北京 在北京 天津 宝丁 三角区 出来的这个雄安新区 突然出现了 很多人进去买房子 这个那呢 说了一通 那 而在一开始的探讨中 包括美国之一的探讨中 我看 他都是请来的是经济学家 或者经济专家 那在其他的评论当中就说 那地方缺水 那里面有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湖 白洋店 那白洋店呢 我看过法国的媒体评论说 它污染太严重了 这个怎么怎么样 说了一通 在我的 我认为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不在考虑之内 白洋店 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户 水已经在那了 至于说污染 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 它没有第二条路能取 污染已经既成事实 姑娘嫁出去就已经成媳妇了 然后你说她不是个姑娘 那你叫废话 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的污染 有目共睹 已经既成事实 所以你在探讨说 它那地方污染严重 不适合这个 不适合那个 那叫扯淡 如果今天的北京城 不是今天的北京城的样子 而它走到这种雾霾的程度 你会讨论 这不是人能够待的地方 但是北京人都在那里 外国人也往那跑 是这道理吧 要尊重事实 而不是从书本上读书 污染 河北是最大的污染省市之一 既成事实了 它又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必须面对它 第一个 第二个 雄安新区 我个人简单的看 它根本不是深圳跟浦东的概念 它对于一个国家的 概念来讲 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项目来讲 它是一个概念 而至于它的职能来讲 是两码事 深圳起来 仰仗着当时的香港 浦东起来 是江泽民跟上海本身 在中国的东部 要营造出这么一个 类似当时深圳的样子 对吧 它是反着走 因为后面有上海 然后它叫浦东新区 出来的 而那个呢 是深圳仰仗着前头 有一个香港 那作为新安 作为这个雄安新区 它根本不是经济层面 它是要把北京里面 与北京首都和文化 与文化政治和它的这个 这个首都中心不相关的 所有东西搬出去 搬到 搬到雄安去 它要把北京首都本身 单纯化 这是两个概念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你要仔细注意一下 它如果是这么个概念的话 那也就是说 习近平在行使他国家 真正开始建立国家的概念 在他的内心中 有着他 习近平 习核心 有着他自己的 中国的国家理念 在现在基础上 他在完 他在开始起步走 他的国家管制和国家理念 先从首都开始 在世界上诸多的首都华盛顿 你比如举例子了 我们就说华盛顿 那很多大的国家的首都 是很单纯的 瑞士的首都同样 都是 他不是一个 像现在北京城那样 一个综合性城市 那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 国土这么大 就像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沃泰华 他同样不是一个大城市 在加拿大而言 他是一个小城市 但他的职能功能非常单纯 他的功能就是一个文化 文化承传的历史 在北京具有 然后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行政管理中心 国家的象征 那同时我以为呢 在习近平个人的理念中呢 有着他的 有着他的 你可以叫信仰的理念吧 我以为是这样 有着他非常 相对中国人而言 有着他非常传统的理念 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手法 把北京城传统的职能恢复 所有与北京城原来传统的 职能不相符的 全转到雄安去 这是他真实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雄安的出现 是习近平要恢复 古老北京城的职能 成为真正的国家中心 而不是其他的 而不是其他的 所以他有他的 完整的一种国家权 国家的肩胛结构的权力体系 而他树立起他个人的核心 对吧 强人政治 以政治强人的概念 推行强人政治 推行强人的 国家理念 他个人的理念 那面对的是固有的 整个中共党的体制的 权力肩胛结构 很多人注重 那就比较重点 看在十九大身上了 但十九大呢 我看到一个消息 证明杂志拿出来了 习近平委托王岐山 组成了十九大 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 身份核查的一个监督监察小组 那个名字写得很长了 那身份核查的监督监察小组里面 包括由王岐山任组长 包括栗战书 马凯 赵乐际 赵洪柱 包括陈文谦的 叫陈文谦应该是 张阳 还有一个人叫王勇 这里面包括了中组部 中纪委 中共中央办公厅 包括了国务院 包括了国务委员 那还包括了一个 应该是国安部的部长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个人也非常吃惊 在他的这个 这一次的监察小组中 出现了国安部部长陈文清 陈文清应该是 那针对十九大的人员组成 和人员结构 在2015年 应该是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的时候 当时出现过 这个十九大人员 人选的一个筹备小组 当时的小组长是习近平 里面还包括范长龙 包括杜金才 这些人都包括 那转到2016年的时候 他报道当中 好像是在2016年七八月份 出现过第二轮的 十九大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和中纪委委员的 这个相关人员机构的 审查小组 这个时候的小组组长 还是习近平 但是杜金才从里面消失了 范长龙也消失了 出现的人员数量的缩减 我会在radio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 那详细的人员缩减 而大家知道 在2016年8月28号 当时的栗战书 和陈云的儿子陈云 提出了两个公式财产的要求 那一个是六中全会要求公式财产 没做成失败了 第二个要求十九大的 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我忘了有没有中央军委委员了 所有这些人必须公开公式财产 这件事情在六中全会之后没有声音了 六中全会大家公认的 就是公开公式财产 这一条失败了 而六中全会习近平推出来的是习和新 对吧 习和新 那转到 今年的一月份 中纪委开会 七中全会 再一次矛盾矛头冲向了 叫有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错误的人 团伙的人 阳奉阴为的人 那一直延续到 我们说过多少次了 一直延续到 二月份的习近平 在党政军全国主要干部 党政军 省部军 这样的主要领导人 在十一二月十三号到二月十六号 在北京中央党校开会 贯穿习和新 那当时他成立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 完全成立完了 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呢 已经在去年的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出台 然后即刻在三个点 是三个地方试点 北京 浙江 山西 在试点中 北京首当其冲 北京 那所有中共高级将领 高级官员 都是在北京挂了号 所以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中共高级官员 是有约束力的 是有约束力的 那 而另外两个 浙江跟山西 他有地方的 不同差距的 这种 这种试验的概念 所以到了两会 三月份两会的时候 他直接推行了 就推一个新核心 他别人都不管 这是我们看到的 回复过来 我们看到这个场面 所以当走到现在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就是在二月中旬 到二月下去 政治局常委开会 对不起 是三月十五号 是三月十四号 政治局开会 确定下来 这一次 十九大 人员 十九大 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监督监察 身份核查小组的成员名单 完全出来 王岐山统领 王岐山统领 那王岐山统领 包括了这些部门 里面特别包括了 国安部部长 没有公安部部长 什么意思 国安部部长 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 国安部部长 却出现在 对中共中央高级官员 进行核查 身份核查和监督的作用 要求所有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 在中共十八大七次全会上 七中全会上 递交你个人 你配偶 你的直系亲属 你的子女 你的家属 在中国 在境外的海外资产 国内资产 以及你的外国居留权 和国籍的身份 以及你的 这个在外国的经营 经营的财政收入 你的所有资产收入 这是要求在 十八大七中全会上 递交所有资料 在九中十九大召开之前 所有这些人 所有这些人的资产 向全国公布 那这个杀手点就太大了 对吧 那这个提出来的是在十八大的六中全会基础上提出来的 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中纪委委员都面临的 他在下一届当中是否还持续是中央委员 如果他是的话 他必须提交所有这些资料 习近平以政治强人的概念 对垒于中共政治 中国共产党系统政权 强权政权的体制度 直接碰撞和对垒 就是这么个场面 所以我跟大家说了 他用各政治强人推行强人政治 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强权体制 强权制度 用公式财产的方法 用公式财产的方法 那他就与全党作对 与全党的权力尖架结构作对 这就是习近平做的 这个正式文件都已经出来了 对吧 正式文件都已经出来 所以他的杀手点很大 我为什么说陈文青在其中很关键呢 因为陈文青扮演的角色 是国安部的部长 他将核实 所有你提供的资料 所有人提供的资料 我早跟大家说过 你不用再想十九大了 十九大再开是什么样 没人能知道 会怎么样 没人能知道 在清明节前夕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应该同样是来自于于仁节那天 四月一号 所以习近平在愚人节这天 开了所有中共体制当中所有人大玩笑 建立雄安新区 那对十九大的人选进行公开公实财产的绝对要求 那与此同时呢 习近平还在全国改革小组当中的 说今年的第一次会议上 提到了有关中国涉外外交涉外事务的管理系统 这个管理改革 成立了中央涉外工作领导小组 中央涉外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 副组长包括赵乐际 赵洪柱 还有这个李战书 他大概有21个人组成的一个这个涉外领导小组 里面包括了外交部 外贸 经贸 这个包括可能有统战 有这个对台办 港澳办 公安部 国资委 中央银行 和大型国企 然后还有发改委 提改委 大概有这些 我记不住因为名字太多了 我在今天的今日点击当中重点谈了这个这个消息 那也就是说 王岐山在不久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呢 向政治局做保证 他要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 啃下外交系统这块硬骨头 王岐山对整个外交系统提出了四点说法 完全是否定的 系统性否定外交部 就是整个统领的外交系统 而统领的外交系统呢 包括所有涉外驻外机构 外交领事馆 那派外的派外的记者 派外的企业 国企的和国资委的相关的这些机构 派外机构 包括大型的公司 大型的驻外机构 全都在其中 包括港澳办 包括对台办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地方各地区地方 所有涉外机构也在其中 外交部是我们知道往上追呢 是钱其枕 现在来讲就是钱其枕 李昭星 那杨洁篪在往下数 就是杨洁篪 那王毅其实数上了 而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钱其枕 而钱其枕当时是跟江泽民 曾庆红是配套了 是配套了 而这个港澳体系当中 我们知道是在曾庆红手里面掌控 恰恰在外交系统的这一份整顿当中 没有国安部 非常有趣的 没有国安部 而他要对整个外交系统进行 这种叫他叫什么 彻底性的这种督察监察 彻底性的追查真相 在金日点击中 你看金日点击 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报道比较详细 那外交系统是原来江泽民体系中 掌控最牢固的系统 就像政法委系统一样 所以我们反过来看 大家知道 从今年初 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天翻地覆的整顿之后 被打杀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对政法委体系的整数 对不对 先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整数 那金融体系的整数 就变成了跟权贵资本家族之间的对立 我说过多少遍了 而对政法委体系的整数 是来自于拆散他 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相对独立 公安部归属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安局国安部被降格 被冷却 孟建柱消失 然后你看到的 就是各省的公安厅的厅长被换掉 全都被换掉 原来政法委体系的官员全都出事 这个做法跟军队的做法一样 那王岐山现在对外交系统的做法类似 这个消息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二月底 这件事情是二月底 所以你回过头来再一看 张德江 张晓明啊 你看叫什么 就是中联办的主任 为什么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一条一条道走到黑 生米做成熟犯 他没有任何其他抗争的余力 是因为我们看到 由这个王岐山统领的 整个对外交系统的这种通杀和管制呢 已经在过程中了 而包括十九大的 这个人员签选监察委员会当中的委员 和包括对外交系统的整顿的 这个委员会当中的委员 没有张德江的人 没有刘云山的人 没有张高丽的人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张德江那么折腾 习近平不说话 因为他越折腾 就越成为王岐山在后来 未来当中整治他的借口 而作为林郑月娥也好 曾俊华也好 无论谁当选 这些人是利益之人 这些利益之人 当有一天看到张德江死了 张小明折了 他们立刻倒下 因为无论怎么样 现在的主子他是习近平 不是张德江 对不对 那现在张德江折腾 是按照原来的 权力体系中来运作的 可是在新的权力结构中 原来的权力体系都没了 而张德江有没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 应该是从4月1号这天 看到的一个标志 起码披露出来消息是这样 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 习近平以强人政治的概念 以个人的政治强人的身份 习核心习思想 推行强人政治 以与邓小平建立起来 到了八九六四江泽民深化出来的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体系 直接正面冲突 整个党中央 整个权力体系 就是他习近平王岐山 新政的死对头 所以这是 那这个死对头的转向在哪 向国家体系转型 整个向国家体系转型 包括他的 包括他的这个 叫雄安新区 都是向国家开始进入 国家管制 开始进入国家 真正国家概念的建设 4月1号愚人节 要收听这期详细节目呢 请您订阅石头Radio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Radio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Radio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Radio